為甚麼呢? 我自己是很喜歡科學的 大家都知道的 特別是生物 如果我開始對科學 真正有接觸的時候 其實很小的那些有 但真的學科學 就是生物 是我中四才開始的 當時中文中學 是六年制的 表面和現在一樣 四年級的時候 幾年多久之前 是距離現在正正五十年 所以那些可能是我自己 這麼多年的經驗 對他們來說 可能不立刻適合 不過希望我的經驗 可以分享 可以參考 生物對我來說 一個比較容易的學科 尤其是所謂的分子生物學 我喜歡畫公仔 所以分子生物學 雖然我們是分子生物學 有時看不到的東西 電子顯微鏡也看不到的東西 電子顯微鏡也勉強看到的東西 但可以用公仔來表示 所以我很多的生物業 在十年書裡面 可以用公仔表示 很多時候 大家很多時候 或者在傳媒上 聽到 或者看到 我經常說起以前的東西 很開心 同時大家都很開心 其實做科學的時候 有另一面 是很辛苦的一面 當然沒有了 而且好像比較樂觀 所以往往只想到很開心的事情 就分享了 很少時候 跟大家說 真的很慘 一個人說慘的事情 就是我 這麼差的 等我跟你們分享 那 我們也有時候說 做科學家 好像做廚師一樣 尤其是我們做實驗那些 一到整個室內 就好像廚師進去廚房 廚師如果做出來的菜 大家欣賞一下 很開心 多辛苦 很開心 但是廚房裡面 是很熱的 很辛苦 就是同一個動力 就是同一個動力 大家欣賞一下 所以 但是做廚師呢 都有一些創新的 不過大家 去吃東西都希望 每次吃到一樣 這麼漂亮的東西 科學家就不是 我們經常都要創新的 你上次做的 今次再做 除了你在中國 在小學做實驗的時候 要這樣做 真的做研究的人 是要做創新的東西 要做新的嘗試 那我們就不會做同一個東西 可能是技術 可能是一樣 但是想的東西 是跟以前一樣 所以 往往 就要用一些 所謂反傳統的方法 要用一些 think out the box 就是這個 觀念 當年在加拿大的時候 做的實驗是 能力基因 疾病 全病的實驗 那麼 選用一套 就是以前人 可能是未真是這樣的 可以組合 試過的工作 原理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一個大膽加切 小心求整的實例 當時我們找一個 疾病基因 就叫做 Cystic Fibrosis 中文翻譯叫做 狼狀痴迷症 英文簡稱為 CF 這是遺傳病的疾病基因 我今天不是說 遺傳病的 所以 內容不太重要 但是要說 就是 當時 只憑著我對 人類 這個遺傳學的 基本概念 妳的設施 兒執照 那時在做的地方 多人拿病庫醫院 疾病和醫生 護士病人 和假圍庭的合作 都在慢慢去 就用了一些新的 剛才說的 分子生物學的技術 從1983年開始 在1989年找到CF基因,整整前後是七年, 一起努力的除了我之外,還有很多實驗室裏面的人,有十幾位,還有很多合作的實驗室夥伴,加加萬一都是二三十人, 所以我們當時要面對很多實驗室和實驗室之間的競爭, 大家之間都有科學精神,還有道吉的操守,我們之間絕不欺騙, 商業上可能有些假消息出來,讓人走慢一點,贏了兩個方法, 一是自己跑得快,第二是希望人跑得慢,擊倒別人之類, 但是我們絕不做這些得道德的行為,在釋放的時候,我們還會交換資料, 甚至交換食材材料,數據,你可能會覺得,哇,挺傻的, 打了競爭對手,怎麼會不做這些事情呢? 不過,剛才說的,這是科學精神,在科學研究行業裏面, 我們都知道究竟是做了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去找個疾病基因,我做這件事是什麼呢? 我去生疾病嗎?當然不是,我們希望這個疾病, 找到這個基因,從而找到這個有效治療的方法, 所以,最終目的是解決病人,和他們的家庭有問題, 很遺憾的是,現在這個社會競爭很厲害, 我不是說小朋友,不過小朋友有另一個問題, 有時候學習,就忘記做目的,以為學習就要應付考試, 而,我漸漸就會被老師或者家長逼他們去背書, 而有學校常常要考核他們的進展, 那麼,學生覺得,讀書都是為考試, 其實這個是很不對的, 我們不是應該教探或教功課學習的 我常常用一個比喻就像煲飯一樣 相信廣多人煲飯可能用電飯煲會按鍵 不過要懂煲飯就知道 加了米加了水之後 用火水爐或者石油氣爐 水滾了之後有泡出來 所以生貨慢慢煮 煮它大概十分鐘十二分鐘 煮飯熟 但是之間千萬不要打開煲館 在那裡煲餃一下 看熟味 如果這樣做 煮餃一定是生骨一定不能吃 剛才說我要用一個電影 介紹我以下的幾點 那這部電影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 在香港的翻譯呢 就叫做作死不離三兄弟 很多人看過 英文就是3idiots 我不知道在內地是怎樣翻譯 我就是三個笨伯 那這部電影呢 有很多人笑 在前面笑 後面笑一點 可能 這些看過 因為他們做科研的 一定要看過 那話說 當時呢 這個故事來的 有三位同學 一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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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進去這間印度的出名 的賣專 叫IIM 那呢 就詳話短說 這學校呢 很重視成績的 成績決定一切 那呢 有一位 無法學生 叫Chartu 那呢 那他無法學生 為什麼呢 他就是為 死記死背 不停神解 老師說什麼 他什麼都記住了 那上課呢 就是這樣 撥起出來 那連同班裡面 這三個傻佬呢 其中一 對不起 這三個笨伯裡面 一位就叫做 Rancho 他為了解釋給其他兩位朋友聽 不要死記 那呢 就一起 就 不是一起了 他自己找一個機會 去整股這位Chartu 呢 就因為他背書嘛 那呢 他也是成績很好 學校很體重的 所以呢 就是一個 學校開放 就像這樣 請他上台演講 那他準備了演詞 演詞 演詞 那呢 讀書館長幫他作 那呢 Rancho 就趁機呢 就讓他們走開 那時候 引開他們呢 就把那些演詞 改了他 那呢 Chartu呢 就不知道 就以為 那些演詞 是 館長給他的 就上台招讀啦 結果小死一 那 所以這個 開放的故事呢 就是 說了 這個 死背書呢 可能不走得通的 那當然 我已經 不能夠說他 他裡面 說了什麼 如果沒有看過就看一下 看過這個 選中笑 那 但是哪一位 比較成功呢 因為 Chartu和Vancho呢 其實 Chartu就是 挑戰Vancho 啊 你這麼 整股啊 好了 我們十年之後 我們在這裏再見 看哪個更成功 結果這套戲呢 就講他 誰成功 那 講到這裏呢 大家都知道 結果是怎樣的啦 那我都不在這裏呢 是講劇情 也都不在這裏做影劇 啊 那爲什麽要引用這個 電影呢 這部電影呢 這個Speak Idiot 所以能夠成為全球 這個歷史上最窗 銷印度電影 現在的頻道都是第二 就是 你握頭第一啦 我也差一個兩個半小時 看的 啊 特別是東南亞 和這個 這個亞洲地區呢 特別賣助 因為其實呢 這一個故事呢 是引起很多 教育 人士的注意 通和 尤其是是讀這個 科學 科學、技術和數學的人士主義 大家可以對三個同學的經驗作為反思